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有专门的监测团队每天都在监测价格的变化情况 以及采购量对这个蔬菜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需求情况 我们是随时掌握 随时监测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 前几天咱们省降下了强降雪 而且咱们也迎来了寒潮 持续五天的降雪势必会影响出行 尤其像高速公路有些路段是要关闭或者是限制通行了 那为了保证这个高速公路的顺畅通行 我省高速公路的工作人员呢 经过五天的除雪工作 目前除双嫩高速的大兴至玻璃山站限制通行外 全省高速公路均已恢复正常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极高集团的客服中心 今天天呢因为降雪的原因 吉林省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呢 出现了关闭和限制通行的情况 那经过工作人员五天将近120个小时的努力呢 现在高速公路通行已经基本恢复了正常 据了解 此次降雪极高集团共出动巡查车辆3536车次 人工14066公日 累计除雪9847万立方米 除部分路段限制通行外 全省高速公路均已恢复正常 自11月6日降雪起至12日 集团客服中心9612客服热线 及时接听解答私舍员的咨询90836个 对外发布信息5548条 截至今日中午12时 除双嫩高速的大兴至玻璃山站 禁止骑坐椅上客车大件车危险品车辆通行外 我省高速公路的设备站 已全部开通 随后记者随机来到了一处收费站查看情况 发现此处的路面几乎已经看不到积雪 车流量也基本恢复了正常 现在目前我站能保证全部车道 全部开放 日均车流量出口15000 入口15000左右 跟日常的车流量情况基本持平 下完雪之后 偶尔有路段有结冰现象 希望私政人员在行驶的过程当中 一定会注意安全 除了高速公路和城市街路上的积雪需要清理 很多的小区商户门前的路面积雪 也是影响着大家的出行 但是可能咱们经历能力都有限 所以也就各家自扫门前雪了 但是长春市桃圆街道桃圆社区的居民和附近的商户 没有局限于各扫门前雪 而是齐心协力尽力扩大范围清除积雪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长春市桃圆社区的西雪小区 前些天长春市也是连着降了好几天的雪 此处是作为物业气管的小区 这样的降雪会不会对他们的出行带来一些影响 但是现在记者身后可以看到 小区的积雪已经得到了清理 那无论是人行道还是机动车道 通行都可以得到基本的保障 我们下区还有很多的老挙三小区 这些都是平常的西关小区 连续五天的大雪 让我们下区内积雪情况严重 然后面对这种情况 我们社区也是接到了很多的清洗工具 扫帚 大区桥 社区工作者一共28名 每个人都出去至少三次以上 主要接到的也清理成了一条小道 社区的工作人介绍 在本次清雪的过程中 还有很多小区居民自发组建成的清雪小队 共同参与其中 附近的商铺也都并不只限于清理自己的门前积雪 这天雪下雨挺厚的 也非常难走 我就拿这个清雪浇 把我们本小区的雪都清走了 我多清一块地方 大伙就能好走一块地方 你多清一点我多清一点 就方便人们行走 来回进店买东西也比较方便一些 把身边跟前的那个环境搞起来 也算是做一点小小的贡献吧 首王都市张萌公雷报道 这一波的寒潮比较狠 在本周我省的降雪量很大 而且持续时间很长 印象当中好久没有连续下这么久的雪了 那这几天省内各地由于持续的降雪 路面湿滑在意结冰 大家不仅是出行困难 甚至物流运输都受到了影响 为此全省各部门紧急开展了 除冰除雪工作的同时 各地商务部门也是积极制定措施 保障市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大安市嫩江南街积水被车轮碾压后 形成了一层较厚的雪水混合物 大安市市政部门采取了 人工加机械作业配合的方式 对路面积雪进行清理 所有车辆人员全部出动 采取人停车不停的方式 及时打通市区内主次干闹的交通 在双辽市区 持续降雪导致道路积雪严重 环卫等职能部门昼夜不停上路清雪 为了加速清雪进程 双辽市号召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 也义务加入到清雪作业当中 我们已经把这个主要的揭露都打通了 包括学校 商超 医院 这些重要的民生通道 我们已经疏通了 沈白高铁吉林段眼下进入冬季施工期 在位于白山市浑江区六道江镇的 特大桥施工现场 悬挖钻和冲击钻照常运转 各生产环节有序运行 带领施工班组 做好各项冬季施工的保障工作 确保如期通车 同时 松原白城等地 积极协调市民日常生活必需品的供给 松原市商务局协调拓展 各农贸商场进货渠道 加大粮 油 蛋 蔬菜等 生活必需品的进货量 防止出现断档脱销现象 在白城市 当地商务局启动了日监测机制 保障市民日常生活必需品价格稳定 我们有专门的监测团队 每天都在监测价格的变化情况 以及采购量 对这个蔬菜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需求情况 我们是随时掌握 随时检测 连续的降雪确实的影响面比较大 咱们知道东北的冬季种植 是需要在大棚里面进行的 这几天的连续降雪量很大 也给蔬菜大棚的种植户造成了困扰 为了保护棚膜而不被暴风暴雪损坏 公主领事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 及时清雪 保温抗冻 以减少极端天气对棚膜生产造成的影响 为有效应对强雨雪 寒潮 大风天气 保护摄氏蔬菜生产安全 公主领事农业农村局出台了 公主领事摄氏蔬菜应对低温雪灾 冻雨 减灾应急技术措施 同时派专人帮助农户清理积雪 减少极端天气对棚膜生产造成的影响 除了八只鱼人 大小清雪特量四只鱼台 清理各村村主路和棚式积雪 正在靠山村棚膜生态园中 清雪作业的有十台车二十八人 我们派作业技术人员指导农户 采取多种措施保温增温 在技术指导的同时 公主领事环领街道农业农村办公室的工作人员 还组织农民对棚式进行加固 提醒农户加强冬季生产设施 棚膜看护 确保棚式内作物可以正常生产 第一时间检查温室骨炸 钢管生锈或竹木老发情况 将抗血压能力差的加深力柱进行加固 防止坍塌 发现棚膜破损立即组织修复 这次就是下雪 连雨雪 特别是这次清雪都来劲了 吹雪 扫雪 大多数人已经清理完雪了 大雪虽然会给咱们的日常生活 带来很多的不便 但是与冰雪共处这么多年 早就练就了咱们东北人雪中取乐的精神了 特别是对于长春光华学院的同学们来说 大雪变成了创作的素材 他们以铺满白雪的篮球场为画布 开展了同心助力冬奥 一起走向未来大型雪地绘图 咱们一起去看看 总面积1460平方米 历时11个小时 112名同学参加 11月9号 长春光华学院视觉艺术设计学院的同学们 以白雪覆盖的篮球场为画纸 以铁锹 木棒等工具为画笔 成功绘制了这幅 以同心助力冬奥一起走向未来为主题的大型雪地画作 雪地绘图都是我们学院的一个品牌活动 每一年在冬天的初雪之后 我们都会进行这个雪地绘图 今年也是学生们很早就在这个筹划准备 10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初稿 已经准备好出题就已经确定了 据张老师介绍 因为2022年冬奥会将在北京举行 所以他们将今年的主题设定为冬奥会 相关的设计灵感则是源自于冬运中心 联合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 共同制作推出的冰雪题材动漫影视作品 中国冰雪大阔列宣传片 作为本次活动的策划之一 王婷婷已经是雪地绘画的三朝元老了 我今年大三 我们大一的时候就参与过 我们有在这个楼上拍照的同学 他们就是每隔几分钟就会给我们传来照片 我们会针对着这个对着这个照片 去修改我们的这些形状 然后一次又一次的改 然后最后才形成了这样 来自浙江的大三学生柴震告诉记者 在上大学前 他几乎没怎么见过大雪 更不要说雪地绘图了 今年负责主体部分雪孩子创作的他 提起当天的创作历程仍然是兴奋不已 我们是占据中心位置的 大家都得对照着我们的构图 然后他们才能进行下一步 我们构图的话也够了将近有一个小时 然后才开始动手 不敢贸然动手 想把它做到完美了 然后再开工 对今天发作非常满意 因为大家一起的功劳 首王都市 同飞海军报道 黄金奶油带生牛乳配方 黑牛奶粉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飞客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值得信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吉林省分行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晴零下7到零上2摄氏度 白城多云零下5到零上6摄氏度 松园多云零下5到零上5摄氏度 四平晴转多云零下5到零上5摄氏度 辽园晴转多云零下6到零上5摄氏度 吉林晴转多云零下6到零上5摄氏度 通话请转多云零下6到零上7摄氏度 白山请转多云零下9到零上7摄氏度 延吉请零下4到零上10摄氏度 长白山请零下5到零上10摄氏度 长春请零下7到零上2摄氏度 广汽传奇M8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海信品质值得信赖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上期大通7座高端商务车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变民新举措身份证丢失损坏可省内异地办理 食品抽捡长春多家门店被通报 男子倒卖香烟运货途中被查获 这里头什么东西啊 烟 啊 烟 烟 没啥 男子腊肠又一只儿吗 哦 没这儿 我现在是什么话 也不懂这些 独部门联合行动 查扣5台黑车 跟司机练习吗 有个叔 你老叔叫什么名 姓道 大名 大名 就不是我亲老叔 是我和你家老叔 跟这个司机是不是通过微信联系的 你买到哪儿了 多钱 多钱 中国移动神仙照唱 小处会云生活 清血八卫片 狗药清厚血血 好心脑好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也在进行中 欢迎大家给我们提供爆料视频和新闻线索 一经采用最高可以获得千元现金奖励 近日呢 吉林省公安厅在原有居民身份证 网上办理和全省通办业务基础上呢 全面放开长期有效居民身份证 网上丢失 和损坏 也可以省内异地办理了 进一步扩大了全省通办业务范围 让群众办理居民身份证呢更加便捷 据了解全面放开长期有效居民身份证 网上丢失补领和损坏换领的办理条件后 有以下两种情况均可网上办理居民身份证 一是46周岁以上持长期有效居民身份证且以采集指纹的吉林省居民 户籍信息未发生变动 人像未发生较大变化的 二是16周岁以上且以采集指纹的吉林省居民 满足两年内在公安机关实地申领过居民身份证 且户籍信息未发生变动 人像未发生较大变化的 上述两种情况均可通过吉林互联网加公安综合服务平台 吉林公安APP 吉林公安微信小程序申请网上办理居民身份证损坏换领和丢失补领业务 受理成功后可选择前往户籍地公安机关自取或邮寄方式 领取证件 此外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也可全省通办 将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业务纳入全省通办范围 公民离开常住户口所在地到省内其他市县合法稳定就业就学居住 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的无需再回户籍公安机关办理 可直接向省内任意公安户政大厅或派出所户籍窗口申请办理 证件受理成功后按照居民身份证一日办理 规定实现完成证件制作分发至受理单位或直接邮寄至申请人 首王都市加入宇峰报道 近期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组织抽检了13类食品共215批次样品 发现不合格样品20批次其中包含了肉制品餐饮食品食用农产品等不合格产品 近期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组织抽检13类食品 共215批次样品 发现不合格样品20批次 不合格样品包括肉制品5批次 餐饮食品4批次 食用农产品9批次 饮料2批次 其中长春市南关区宣哥水产品经销处销售的皮皮虾 长春市南关区小攀海鲜经销店销售的皮皮虾 南关区凤杰水产品经销处销售的皮皮虾 南关区老庆水产品经销处销售的皮皮虾 格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绿园区里济阳城饭店经营使用的自消毒附用餐饮具 绿园区新城五月广场大同江金喜顺餐厅经营使用的自消毒附用餐饮具 江城老胖烧烤店经营使用的自消毒附用餐饮具 因离子合成洗涤剂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朝阳区白玉瓷光陆串店经营使用的自消毒附用餐饮具 大肠军群不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 对于上述不合格产品如今是否还在售卖和使用呢 记者今天也进行了实地走访 除此之外对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产品 吉利省市场监督管理厅已通报属地市场监管部门依法预查处 召回不合格产品分析原因进行整改 双都市网络鹏飞报道 出租车行业被称为城市的名片 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技术的不断发展 长春市的出租车也将迎来一波换新 近日长春市就交付了一批红旗新能源出租车 共计100台 此次交付用户的100辆红旗出租车 是中国一汽自主研发的EQM5型新能源车 是中国首款专门为移动出行领域 深度定制的高端新能源产品 该车采用换电补能方式 结合傲动新能源换电站 车辆可实现驶入电站到换电完成 不超过一分钟的时间 对于出租车 网约车等用户 高效率 长续航需求 提供有效帮助 从用户来讲 它可以实现更便捷的服务 我们实现效率能够在每台车20秒内 实现一个不能的完成 同时我们凹动的换电站 还可以实现多车型的兼容和共享 能够让社会的电池 能够更大的节约化的使用 我们公司手臂上了50台新能源 准备在11月份还要再上300 到12月末要上1000台 这个车我做过是乘试驾 当乘客坐到我车上的时候 他们都说这空间也大 这个车里边的配置也非常高 全车是真皮座椅 起步驾驶跟普通车一样 11月底前 长春市将实现2000台红旗新能源 换电汽车上线运营 年底完成7000辆目标 网都市报道 那说到车呢 每到冬天特别是下雪天 驾驶员都担心啊 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出现问题 或者呢 车辆结冰 出现车门打不开的情况 为此呢 我们的记者也给大家总结了 冬季里车辆的注意事项 长春这几天呢 连续下了好几场雪 那在停车场呢 我们也能看见司机扫雪的身影 但是这扫雪呀 也是有讲究的 这不最近有网友给我们爆料啊 由于车上面的积雪 没有完全清理 开车的过程中啊 红点上的积雪滑落下来 遮到了视线 在这里提醒广大车主在下雪后前挡方玻璃车顶后视镜以及主副驾驶两侧的玻璃是清理的重中之重 除此之外 雪天车辆极容易行驶到积雪较深的路段 一旦车轮陷陷入积雪中 可谓是雪上下霜 在这种情况下 应该采取哪些措施呢 记者也咨询了汽车专业维修人员 车辆尽量不要急加速 不要猛加油门 应当缓慢加油 建议前后移动车辆 这样让车缅住车折 慢慢加油的行驶出去 那我看现在网上都说什么 这种方法是情况而定 因为一旦垫上障碍物之后 如果你猛加速情况下 有可能把障碍物甩出去 对人的对车造成伤害 汽车专业维修人员提示大家 如果上述方法尝试了五分钟 轮胎仍然没有驶离积雪 因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救援 避免对车辆造成伤害 除了在驾驶时遇到的突发情况外 下雪后挡风玻璃结冰 车门打不开 也是让广大司机朋友头疼的一件人 这时候网上就出现了各种小妙招 比如用吹风机吹门把手 或者用热水浇整个车身 那这些方法到底可不可取呢 首先要保证水温在40度到50度之间 不要过于高 第二最好是倒到热毛巾上 把毛巾敷到后视镜 直接门把手上 吹风机的热度大家掌握不好 因为车身本身后视镜和门把手 都是塑料件 如果过热的话会导致塑料件变形 其面受损 前方挡呢 尽量不要是隔热水去浇 这种情况呢 会热让冷缩 导致玻璃呢 炸裂 最好是打开暖风吹 吹化之后 用毛巾把钉除掉 沙王都市报道 按照长春市公益性岗位使用计划 长春市公安局会同市就业服务局 2021年招聘公益性岗位 治安协亲员100人 交通协亲员100人 那具体的要求呢 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便民发布台 按照长春市公益性岗位使用计划 长春市公安局会同市就业服务局 2021年招聘公益性岗位 治安协亲员100人 交通协亲员100人 报名时间11月24号至25号 报名地点长春市就业服务局 咨询电话0431-8890-7917 吉林市场计划公开招聘 基层卫生专业技术人员103人 报名时间11月15号至11月17号 具体详情可登陆 麒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查询 每合口市事业单位公开招聘 包括16家事业单位60个岗位 计划招聘104人 网上报名时间11月18号9点至11月19号16点30分 本次招聘考试采取比试面试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具体信息和要求可登陆 每合口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网站查询 长春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定于 11月15号至21号对下列小区的居民用户 进行燃气管线燃气设施入户安全检查 具体安检小区玉翠园绿地城高新汇园高新军园天茂龙湖山岛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首王二人联绑一起刷新世界 在过去的24小时里有这样一团视频是刷爆全网 本月10号山东烟台的两位大学教授 在海边拍摄西洋的美景 此时一名站在沙滩上的女子是吸引了两位拍摄者的注意 起初大伙还觉得这名女子与美景相应成趣 越品越觉得这事另有蹊跷 有网友留言说了 就冲这份难得的缘分 女孩也要勇敢的活下去 还有人说摄影师的直觉不但可以发现美 还可以发现潜在的危险 有些危险 舌头让铁棍给沾上了 我相信这种经历其实好多东北孩子都有过 您看就像这位留言 他说我小时候也有过这样的遭遇 特别能理解这孩子 其实就是好奇心太重了 还有人说了 据说这个浇凉水可以欢开 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 我们再换个话题 车窗抛物不仅是一种不文明的现象 严重了还可能引起交通事故 本月6号浙江宁波的监控探头就拍到了这样一幕 前后两位司机的素质可谓是天壤之别 有网友说了 如果换做是我呢 垃圾打扫完还要从窗户再给它塞回去 这位也说了 不知道扔垃圾的司机自己看到这段视频会怎么想呢 是个人都觉得挺惭愧的吧 还有人说了 一起等红灯的俩司机 做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素质不能丢啊 说到素质 您再瞧瞧下面这些兵哥哥 本月10号呢 哈尔滨市一家饭店走进来一位士兵 原来呢 这个战士们在执行清理街道任务的时候呢 临时借用了一下洗手间 有网友说了 革命军人的优良传统世代相传 给兵哥哥点赞 还有人说了 君爱民 民雍君 那这个君您与水一家亲 这位也说了 兵哥哥所到之处的言行举止呢 总能让人刮目相看 相比之下呢 下面这个江苏镇江的快递员的素质可就不咋地了 竟然呢把嚼后的孔香糖吐在了别人的血里 咱们一块去看看 有网友说这人不就是坏吗 都坏出花样来了 还有人说这样的人送快递真替那些包裹担心啊 下面这事呢说来也巧 本月3号呢江苏苏州的交警查处了一辆运送灭火器的面包车 恰巧这个时候不远处一辆车是突发火灾 这下这一车灭火器啊可派上了用场 你这送给送给哪里的 我们放舱铺先 放舱铺啊 灭火灭火快 有用啊有用快快快快快 逃不犹豫 各自拎着几个灭火器冲向了现场 驾驶员也投入了我们这个灭火过程中 有网友留言说罚归罚奖归奖一码是一码警察同志处置得当 违法必究是执法者的职责 建议勇为呢是心存善念者的一举 一手接罚单一手去灭火 在这一瞬间 违法者以建议勇为者的身份该如何切换呢 都说法律不外乎人情 而交警的处置呢 却给二者划清了界限 既维护了法律的权威 又呵护了人性的温暖 好了今天先刷到这下面呢 再说一条好消息 弘扬中药国粹助力百姓健康 中药养生滋补节开始了 只要你有心脑血管疾病 马上拨打电话报名 即可免费领取心脑健康大礼包 全省呢仅限800名额满为止 养屋及补费完 推出全年最大一次的惠民活动 全省就500套先到先得 好了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中国移动全千兆畅想智慧与生活 本栏目由长春万科地产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 欢迎大家随时互动 在前段时间我们节目中 连续报道了这样一件事 12岁的小文博身患白血病 他的妈妈为子替发成为了光头妈妈 节目播出后感动了很多人 为了帮助这一家人渡过难关 我们都市频道也启动了爱心基金 那么孩子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呢 今天记者再一次来到医院探望了这对母子 我的儿子今年12岁9月9号鼻子出血 第一天孩子就迷惑 呕吐 多少个年检查 大夫告诉我 孩子得了急性淋巴白血病 我当时我就感觉天都塌起来了 大夫说病房移植就得准备四五十万 我用的胰岛素46块钱移植 我现在我已经都停了 我现在孩子肝病没有钱 跟我识别还说妈妈我都掉 然后我就把我头我全都剃了 我现在孩子能健康起来配合大夫治疗 昨天晚上死亡不是播送的 这个孩子你看还这么小 咱人人献出了一点爱心 众人食材活样高 我就尽一点微博之力 希望他早日康复呢 能尽快筹到款 好给孩子把病治好啊 有的 管我要的银行卡 给我打的钱 接到了一万六千多 接近两万块钱了 我非常非常感谢这些好心人 感谢你们 真的给你感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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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现在就是一是招好自己的身体 二是吧就跟孩子多视频 多鼓励他 告诉他现在确实有很多人在帮助他 自己的身体一定要照顾好 因为只要你不款掉 孩子才更加有心心 妈 谢谢 我等一下 你也不得了 现在在做午饭 叫娘那种 是吧 咱咱咱一会儿 好 妈 拜拜 妈妈回家了 在新民主大街这块 过道就是 这不是先得近点吗 不能吃外边的东西 得那个自己做 然后开始租的房子 租的那个 我们原先那个宿舍楼嘛 好便宜点 慢点有点滑 我帮你拿吧 来我就推一脚了 不行 太远了的时候 走到外面回去了 都是好心的 冷了 是不是不行啊 安免以后我都没舍得穿 孩子出来给孩子穿 这不是小孩的 洗完了我 还没给消毒呢 看我那个消毒棍 全消毒 这个是碗块消毒棍 我给他切 那个我都得用这个 做配型的 我给他爸爸找了 他这个没有钱 没有钱 他这帮咱们做配型 我就挺高兴了 不可能不过理我呀 不说他 炒完了这皮 都不能吃 都得扒下去 一点皮都吃不了 一点油都吃不了 那现在缺点 还还不能长大了 从手机响住了 看电视听讲了的 你好 安兴认识 我是温哥的妈妈 我给你一下 基本上天天都没说 不打扰了 就是 上学天的你妈 你走 就让我吃 是的 就这么多事 我都看电视 我来干啥呢 我来干啥呢 你吃 我就不能要 你先上 你先上 你 咱就这么说 挂得不好 你先 你拿上 这样的一天 让人看了之后 觉得心情沉重 然而正因为 有了大家的帮助 现在文博一家 这样的每一天 都觉得充满了希望 我们也希望 能有更多的人 继续给他们 带来这样的希望吧 接着往下看 前些天白山边境管理支队的民警 在执勤的时候 蓝停了一辆出租车进行检查 没想到他这个拉人的营运 没出什么问题 但是拉的货有问题 在他的后备箱里 装了180条香烟 你好叔 你从哪儿过来 后备箱看一下 近日 白山边境管理支队 长川边境检查站 在固定卡点执勤期间 对一辆出租车进行检查 发现后备箱有数个可疑编织带 民警对其进行询问 司机称 拉载的均为香烟 这里头什么东西 啊 烟 烟 有多少 有多少 有个几十条 来 剩下给我 随后民警依照法律程序 将该批香烟及车辆 暂时扣押至 长川边境检查站内 做进一步处理 经民警现场清点 编织带内 共装有成品 长白山香烟180条 询问过程中 驾驶员金某某 无法对审批手续和送达目的地 等情况进行说明 据民警介绍 当事人金某某的行为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烟草专卖法第21条 其行为构成了 无烟草专卖品准运证 运送烟草专卖品的违法行为 随后 白山边境管理支队 长川边境检查站 联系临江市烟草专卖局 并已将查获嫌疑人 及香烟180条转移 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处理中 首王都市站边海波报道 所有的运输都应该是合法合规的 为了维护长春市交通运输市场的 营运秩序 日前 长春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联合相关部门开展的 亮剑2021突击执法行动 行动中查扣了五台 涉嫌非法营运的黑车 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执法现场 发生在11月10号下午 据介绍 当天执法人员在检查中发现 这台车牌号为寥A开头的车辆 在没有营运资质的情况下 共搭载两名乘客计划去往淮德 司机认识吗 认识我老叔 老叔叫什么名 行道 大名 大名 就不是我亲老叔 是我邻居家老叔 跟那个司机是不是通过微信联系的 从哪到哪 多钱 50 据介绍 行动当天 执法部门共出动执法人员30人 对长春市陆园区 纳其美商圈周边营运车辆 进行了突击检查 包括这台车牌号为寥A开头的车辆在内 共计查扣了五台涉嫌非法营运的车辆 被查扣车辆驾驶员 涉嫌未取得城市公客用许可 擅自从事营运活动 拟对涉嫌非法营运车辆驾驶员 予以一到三万元的行政处罚 另外 执法人员提示 未来乘车过程中 乘客如遇非法营运车辆 可随时拨打12328服务监督电话 进行投诉局报 首阳都市 陈汉广微报道 前几天 省高速延级分局的民警 在进行视频巡逻的时候 发现一辆当地牌照的小轿车 在红武高速91公里处 左摇右摆的缓慢行进 倒不是它速度成了大问题 而是它的方向是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它在倒车 民警马上在收费站 把这辆车拦了下来 从监控画面来看 这辆车先是停在了行车道上 而后慢慢地向应急车道靠去 民警以为他是要停车插导航 但没想到 这辆车停了不到10秒钟 倒车灯就亮了 民警一看就知道 这位肯定是走错路了 听到民警这么说 这位女士开始为自己找理由了 这个确实第一次不知道啊 第一几次都不允许啊 你事故就在几秒钟 没车我才到车了 那你车速这么快 你能翻过来吗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民警为驾驶员开出了 罚款200元驾驶证继12分 并依法扣留驾驶证的罚单 当听到驾驶证要被扣留 自己无法继续驾车时 这位驾驶员表示 高速口其实离自己的家并不太远 开到家里行不行 开到家里不行 你出了任何事故 你帮公司不给你理赔的 民警一听这话 明确表示 这样是绝对不可以的 他完全可以找家人来 把车开回去 没人开车 我就开回去呗 你走到前面 你这还要接受进步处罚 你回头找个代价 对你找代价过来接你 首要都是一阳给你报道 无论是不是新手都不能拿来做严重违法违规行为的借口 那就只能证明没学好需要重新学了 拿新手拿这说事吧 有的时候勉强说得过去 但是下面要说的这辆车 它明明是一辆教练车 开这车的人不能说自己是新手了吧 但这辆车预期不进行年检 结果让职群的民警通过信息发布平台 发现了状态异常 随后立刻拦停检查 这转辆车 嗯 剪车了吗 就过来来检车了 听这对话 这位驾驶员应该是知道自己的车辆逾期被剪的 你超齐的你得来呀 那为什么超齐 被得超齐来呀 我忘了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 未取得车辆年检合格标准的车辆是不准上到行驶的 你这不就是明知故犯吗 经询问民警得知 该车辆为河龙市一所驾驶的教练车 一直在做学员的训练和教学用 因为开这个车的人都是在考票的人 你万一这出点什么事的是吧 你们企业不还得担责任吗 是不是啊 你这教练车不仅车上道让教练罚了 你就说出去 是不是啊 丢人 从事对行业 你这同行也笑话是吧 鉴于这样的驾驶和教练车 在教学训练时会形成严重的安全隐患 对于还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的学员 会带来更多的负面影响 执勤民警对驾驶员和驾驶管理人员 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 对其实施未要规定定期进行安全技术检验的 地产特约赞助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看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我们的全媒体直播也在进行中 欢迎大家随时互动 那随着冬季的来临呢 农民们都进入到了猫冬的模式 但是呢有个别人却打起了吃点野味的主意 近日向海森林公安分局针对 辖区农贤时节狩猎案件一发的特点 开展了夜间防范打击活动 并成功侦破了一起非法狩猎案件 11月2号晚上9点左右 向海森林公安分局民警 在向海自然保护区内夜查巡护士发现 有两人驾驶摩托车 正在使用夜间照明方式进行狩猎 当两名狩猎分子看见一辆警灯闪烁的警车驶来 立即慌忙逃窜 经过三个小时工作 民警在前风产之外 将一辆摩托车逼停 犯罪嫌疑人见骑车逃跑无望 开始弃车逃窜 民警立即下车追赶 将犯罪嫌疑人制服 并抓获 是不是你抓的 给我打点锅 这啥抓的 是不是你抓的 对不对 怎么打的 这棍子打的 拿棍子打的 棍子在你姐妹那呢 你姐妹那有多少个 警方当场查获 猎货物 置机死体五只 随后 民警立即对犯罪嫌疑人和某柱的住所进行搜查 又查获 麻雀死体九只 置机死体两只 班赤山唇死体两只 鞍唇死体一只 随后 随着天气的越来越冷 大批的候鸟呢 开始陆续向南迁徙 长春市作为候鸟迁徙中途的一个落脚点 可以为他们提供食物和补充体力 近期呢 长春市南西市地公园和伊通河附近就迎来了很多候鸟 长春市民李先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 最近一段时间以来 他几乎天天来到长春市南西市地公园 原因是周边的水域迎来了一批红嘴鸥 赤马鸭白鹿等候鸟 在白雪的硬撑下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格外美丽 南西市地 这个成了我们这些摄影爱好者的一个喜欢的地方 我们在这长年在这边转 每年的春天和秋天这个季节都能排到几十种 每发现一种都比较开心 记者从长春市野生动物保护处了解到 每年这个季节正好是候鸟从北向南迁徙 期间很多鸟类包括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就会经过长春市 长春市作为候鸟的通道 因此在这个期间要对鸟类保护好 就要见鸟类根据不同种类 鸟类根据不同种类迁徙时间各有不同 跨度从八九月份到一二月都有 随着长春市的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候鸟的生活习性也有了一定的改变 鸟类是自然生态系统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同时保护鸟类资源是建设生态文明的重要内容 冬季来到后 长春市野生动植物保护协会将会陆续在长春市各个公园 播散爱心鸟粮让鸟儿们能安全过冬 也希望广大市民能够参与到保护鸟类的公益行动中来 首网都市军阳海军报道 中国移动全天照常常智慧与生活 清写八月片国药清后写写好心脑好 欢迎各位继续收看首网都市 鼻炎患者请注意 急性鼻炎慢性单纯性鼻炎过敏性鼻炎 治鼻炎选中药被鼻牌笔明喷雾剂 中药物化治鼻炎 杨无极补肺栏推出了全年最大一次惠名活动 全省就500套先到先得 节目的最后来看一下咱们的微信平台 大家对于首次申领身份证可以全省通办 包括补办都可以异地进行 大家觉得非常合理 有人说因为孩子在长春季度 他户口的疗园 这样申领身份证就不用再来回跑了 还有人说之前这补办还得特意请假回家 既大精力而且大陆工作 这个就放得多了 那好了今晚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稍后的经典剧场将继续播出 故事情感剧《代驾老霸》 请大家准时设定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再见 晚跟明天不见 渐 ¿